12个星座 因为不可能人只分12等 是的 一定都会 每一个星座都会出现渣男 那为什么渣男 老师要不要先帮我们讲6个 对我们来公布一下 12星座渣男的真面目 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渣男 他的渣到什么程度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好 射手座 射手座的男朋友 如果你男朋友射手座的话 他渣男是什么现象 是天生是妈宝型的 而且是赖皮耍幼稚 赖皮耍幼稚 好那这边我要先跟大家先说一下 我们等一下这6个公布完之后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老师的话 直接在我们留言板上留言 是的 而且我们今天会抽网友来提问嘛 对不对 对会抽网友来提问 就是说等一下呢 我说请回答 那请大家就是答一下你的生日 跟你的问题 老师请继续 射手座天生是妈宝 赖皮耍幼稚 对如果说你男朋友是那个射手座的话 我觉得他很多事情都要听他妈的 或者他要听他姐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等于说你跟那个射手座交往 你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个 他妈跟他姐之间你会很为难 他妈跟他在中间 我都把我招话 老师我这个感同身上 因为我哥哥就是射手座 真的还假的 我哥就是射手座 真的是妈宝 妈宝 他到36岁还没有交女朋友 现在就是大魔导师 真的还假的 现在还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们下次可以帮他做一个专辑 真的 你说帮我哥吗 如果让大魔导师可以 你就是顺利交女朋友 是的 好那这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状况 那接下来还有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新座 来看一下是天蝎座 什么原因来看一下 天蝎座是负能量满点 而且满嘴 就见嘴无极限 见嘴无极限是指说他嘴巴很 是见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阿丁 也是天蝎座的 负能量满点 所以他容易自己积累负能量 或者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的不开心种种 他会积累成自己的负能量 所以我觉得他们阿丁跟 那个Selina的这个 的这个形象 或者说他们的婚姻 我觉得外在看他们是婚姻幸福 但是我觉得他们彼此都是负能量满点 会不会是他们的幸福也是装 我觉得有一点 会不会这些种会不会就是希望大家觉得他们很幸福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都有爱演的特质 再加上Selina 她是娱乐圈的人 她知道如何去呈现好的那一面 但是因为你看那个新闻分析 她其实就是说他们因为阿丁说 那个Selina她说她在经过受伤那段时间 恨她所有的家人 恨她父母 恨她亲近的人 有这句话 就比较负能量满点 所以呢 如果说你跟那个天蝎座的男朋友交往 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嘴贱 这样你会受不了 对 所以如果他们嘴贱的话 就是要比他们更贱 是这样子 你就只能够去逃离 如果你要跟他更贱的话 两个人就吵到不休了 那这样比起来死四应该是天蝎座 我觉得反正你就是遇到天蝎座 你就只要 只有去 你知道吗 要么就是忍受她 要么就是跟她 撤掉 撤掉 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水瓶座 水瓶座什么原因 如果说你男朋友水瓶座 不爱接电话 而且经常搞失踪 天哪 我跟妳讲经常搞失踪这件事情 很多女生都不能接受 而且我跟妳讲 水瓶座一搞失踪呢 就是很多理由跟借口 工作忙 我妈找我 我爸找我 我妹找我 你知道吗 她好讨厌喔 她都不会说 她去 约 叉叉 我懂你意思 她可能就是约了一个小三 或是小王 但是她不会跟你说 就是她在干嘛 但是她会直接可能手机给你关机 Line也不接 电话也不回 她的理由就是 我手机坏了 我手机没电了 我手机忘记带了 或者是说经常搞失踪 就算我老板找我 或者是晚上跑客户 所以整体来讲 她理由很多 但是这个就是水瓶座的渣男的面貌啦 蛤 这样子好讨厌喔 那要怎么整治她们 我觉得呢 就是当然就是把她的 我跟妳讲 最厉害的一个女生 就是干脆就帮水瓶座的 这个男朋友付电话费 她的手机上那一目了然 不是在上面 不是她身上装一个 比如说GPS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OK 好 那下一个星座呢 好 来看一下下一个星座 如果你男朋友是金牛座的话 看一下她的渣男这面目啦 外表假斯文内心真好色 真好色 老师什么星座啊 目前都没有上把啊 还没有上去 等一下就可以问一下 待会就告诉大家啦 所以意思是金牛座 闷骚 我觉得是 因为演艺圈里面 外表道貌案 内心就是 就是你说的 就是演艺圈里面有一对 听说是假 假婚 行婚夫妻啦 的那个男生就是金牛座啦 天哪 不能讲不能讲 她颜色她的 我们这个节目是个星座节目 她的名称跟我身上穿的衣服 是同一个颜色啦 哦天哪 命称啦 内心真好色 内心真好色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知道她好色什么程度 比如说她就跟大家讲说 我最不喜欢看A片 就她的手机拿出来 都是多一点建议 对 或者是她 比如说看到人家那个品牌 她说我最讨厌这种行为 结果她自己可能 口袋名单里面有一堆这样子 哇 对 我想那是金牛座的男生 可以跟她交流一下 我的那个手机里面的存在 太棒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星座啦 像一个臭女座 好处女座的朋友啦 也是渣男的一个代表人物啦 最爱翻旧帐 而且什么都计较啦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不要一直计较就是 对 之前的那一个 因为计较不完啦 其实我觉得有些女生 才是谈恋爱 其实要幸福 要那种温暖的感觉 要浪漫的感觉 但是遇到处女座的男生的话 她就问说 那你前任男朋友 跟我比较哪一个对你比较好 而且还会问说 我跟你前男友哪一个性能力比较强 这我真的很讨厌 真的很差劲啦 所以我没有前男友这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 我跟朋友聊天的状态 就是会知道 处女座的男生 其实好像很爱问这些 是的 有的没有的 好像让女生会觉得说 这个男生好像跟我在一起 他没有自信 没有信心 那我还是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 当他在问这个时候 代表说他心里是有 其实我跟你讲 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处女座他自己本身的心态来讲 就是说 他想要了解你更多 他想知道说 我到底哪里有哪里不足 哪里取悦你 哪里表现更好 但对女生来讲 他就觉得说 这是我自己的失事 这是过去的事情 我不想去触及这个部分 我不想谈了 我想跟你在未来更好 但是对处女座的男生来讲 他就觉得说 我了解这么多 代表说我关心你 我想更了解你的过去 所以这两个部分 就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其实好像还是要看个性合不合 是的 如果愿意讲的话就是会讲 那不愿意讲可能就是 就是渐渐的分手 这样子 对 那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星座 来摩羯座啦 摩羯座的渣男 我跟你讲 所有跟摩羯座谈过恋爱的女生 我觉得自己心里有七七烟了 摩羯座的男生就是爱好巴士令 而且脾气最固执啦 固执的男生 我觉得控制欲很强 所谓的控制欲很强 是不管你今天干嘛 你上次都要跟他讲嘛 全部都管 比如说你的头发好像太 太干嘛染色 女生就是要那个 你懂我什么 自己也要管 就说你衣服好像穿太宽松了 所以其实摩羯座很适合小女人 对不对 我跟你讲有些女生有被虐狂的话 就找摩羯座 你通常被那种约束 什么什么什么 50道阴影还是什么 50道 是几道阴影啊 51道 51道 50道 50道 对啦就是那个阴影 雷格的什么阴影的 如果说你有这种癖好的话 你就找摩羯座 因为他喜欢当老大 摩羯座男生就是脾气比较固执啦 好 诗子座 喜欢搞恶媚而且最难给承诺 天哪 诗子座是因为跟诗子一样到处 到处散播 有一点这种感觉 因为诗子座他喜欢是万寿之王的感觉 是 他喜欢觉得我被人家崇拜 这是我最喜欢的感觉 但是他对于所有崇拜他的那个女生 他都很难给他一个承诺 所以这个东西是最难最讨厌的 真的 他又接受你的爱慕 又接受你的这种关心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相等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没办法给你一个确定说 我们俩在一起这样 对 而且有很多网友 因为上班族 你可以看到你上班族的那个 獅子座的同事 是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买早餐给他吃 他吃喔 你送珍珠奶他给他喝 他喝喔 他相对要给你一个 那个稳定的这个肯定答案 他给不出来 蛤 这是獅子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巨蟹座的朋友啦 外表装无辜 而且内心是小恶魔 意思是 因为巨蟹座我跟你讲 真的 他永远在你面前 像一个小男人一样 哦 因为巨蟹座表面就是很爱家 对 但是他都跟你讲说 我放假都在家里面 我放假最喜欢待在家里面 但是呢 他基本上 你眼睛看不到他的时候 他都在玩 他可能都在家里面 可是他就是搞一些 网工和网婆 那一种对不对 他在家里面然后开始 就是在滑手机 你知道吗 留言 然后让你觉得很气这样子 好卑鄙喔 讨厌 这也就是一个讨厌的地方 是的 那接下来呢 白羊座 白羊座就是我啦 老师你 一夜情达人不爱负责 老师他喜欢社后不理 我自己怎么把自己写这么差 好啦 这不是我啦 我只是这一个星座而已 OK 那后面呢 就不是我啦 好不好 一夜情达人不爱负责人 好啦 那我们就跳过了 老师直接跳过是怎样 还是要讲一下啊 因为白羊座 我当然知道有一个风雨人物 就是我们的那个成龙大哥 他说一句名言 就是说 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啦 所以呢这个白羊座呢 他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性机器啦 对 所以呢他就是爱搞夜情 但是呢 最后要负责任的时候 他就一周两次 不干我 这个总不是我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自我要检讨一下啦 好 那下一个星座 好再来双鱼座啦 精神外遇狂 肉体不安分 双鱼座 意思是说看到哪个妹都会爱就对了 比如说我看到她 我觉得她还不得 看到她就觉得 还是我的菜 而且我跟你讲 双鱼座的一个问题 男生来讲啊 年纪小的男生 就对于年纪长的女生有爱慕的这种精神的狂恋 所以你是说双鱼座喜欢姐弟吗 没有 他喜欢年龄差 就是老的这个双鱼座男人 就对小的女生 你说年龄差的那种感觉 他觉得说这种这种感觉好像是 爸爸可以照顾女儿 或者是说姐姐 弟弟可以爱上姐姐 这种感觉 真的 精神差的部分 真的是 所以他们很容易交到跟自己差很多岁的另外一半 因为他想满足那样的一种感觉吧 好那最后最渣的是哪种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啦 天秤座啦 偏偏的 万人迷 而且喜欢搞爱媚啦 天秤座我觉得 我觉得 真的是 因为我有个男生朋友就是天秤座 他真的 应该长得还不错吧 长得还蛮帅的 而且真的很爱搞爱媚 他搞爱媚不是说一定是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可能会 给你很贴心的状态 比如说给你一杯小饮料 哦 可是不只有你有 他们很平均的分摊给很多了 所有人都有 比如说今天他在这个职场 那他会跟男生朋友吗 还是跟女生朋友 女生 他可能说这女生我今天就是带一个小东西 还是送给你 可是他另外如果觉得还不错 他也会送 是 就会搞那种小暧昧你知道吗 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 天秤座的一个问题 男生女生都一样 因为他们长得就是一副就是 一副就是偶像明星的样子 因为天秤座很多都是俊男美女 是的 所以呢就是自然会招来 这个招风影蝶啦 但是他们又不懂得拒绝 所以搞曖昧的成分非常让人讨厌啦 好 那我们要公布最后一个了 还要公布是不是 还有一个吗 因为我们总共最后一个是 双子座 有新欢就爱 小头爱出轨啦 天哪 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们没有是双子座 所以他会很容易 小头就冲出来了 是的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不是我说的 大家看一些娱乐新闻 或者一些社会世间 很多双子座男生 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问题 天哪 那我问一下就是 有新欢就爱是说 双子座会容易成立在新欢还是就爱上 他就是同时都要 你懂什么 他也要有新欢 但他又跟就爱又够够地 电话会联络 然后偶尔又约出去看 看电影又吃饭这样子 天哪 那我男朋友有就爱可能是15年前 要不要就是call他一下 就说到底 你知道 好那 有人问说有个叫窄窄的 周渝民还是双子座 哦 双子座 周渝民是双子座 所以这边的星座渣男之王 排名前三名 前三名就是双鱼座 天明座跟双子座 你说宅宅有上吗 可是宅宅 前阵子有个新闻啊 前阵子有个新闻是 跟泰国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们这边要讲 我这边要让宅宅说一句话 他那个新闻是说 他跟一个泰国女生 那个泰国女生自己爆料 自己爆料 然后就是说周渝民宅宅 室乱中座 可是如果说真的 那个泰国女生 我觉得有点可信度有点低 真的啊 因为他长得其实 不好 不是这么的 就是世俗之美 真的 对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双子座的男生 真的 像以前那什么 什么滑的 我整个叉叉滑的 什么滑 鱼 鱼 鱼叉滑好不好 就是双子座啦 老师好敢讲 真的啊鱼叉滑 我们这边这个节目 会播成八卦节目 Oh my god 但是我跟你讲还有 还有很多啦 就是双子座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 不OK 如果说你有这个 很有胆量才去教 没有胆量就要教 但是我一定要帮 宋子座讲一句话 是 可是问题是我男朋友 跟我在一起15年 双子座有这么专情吗 还是他中间有很多 我跟你讲就是另类 你那男朋友 我跟你讲另类 是另类吗 还是说他中间喜喜有偷偷怪 下次我跟你讲 你把他生成八字 我看一下 到底你们的性气不气和